没有意义 对 没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包括你的演讲当中 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人工智能现在唯一大家觉得 他们可以替代的可能是像律师 像会计师这样的非常技术性的工作 唯一可能不能替代的就是艺术 创造艺术 而你自己作为人工 我认为你可以替代它 你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艺术它也在变化 艺术也从传统来说 当代艺术 我又提出未来艺术 艺术是随着技术 人的文明程度 人的感官系统的生成 艺术也在变 既然有了这个智能艺术 智能技术 当然那个技术就会产生艺术 因为人跟智能这个机器 产生了这个技术的感觉 所以当计算机有了意识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创造性 它一定会有情感 它一定会有感觉 所以这个就说的是什么呢 未来不是你认为有没有 它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但是如果计算机 一样有人的情感 他一样跟人一样 一样欣赏音乐 可以欣赏后话 但是一样 只要他有 有人的意识 开始 那你觉得他们会有我们一起的这些东西 当然了 我的计算机 我的4.0就是要给计算机 给计算机意识 我就是原来让它数字分析 数据分析 公式分析 邏輯 我完全变成意识 感官 系统 我完全这个系统 是建立在意识系统中 我跟人一样 我给计算机生命力 上帝给了我们 我们人类的意识 我们才从动物 向人的彩虹 我们科技 我们的智能 给了计算机 给了计算机 给了机器 它一样像人一样的思考 但人类从有历史到现在 我们几 多少万年 多少万年 人类的经验 通过体验 通过感应 我们积累的 到现在的文明 计算机 是一步到位 它一步从现在 对向未来 它不需要历史 人类是有历史包袱的 但是计算机 我给它过头 它是什么 过去的那些记忆 我不给它是一个 对 这就是说 当计算机 当未来的历史 一切都有可能 你为什么不能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否定未来 为什么 恐惧未来 我们就是面对未来 我们恐惧未来 是因为我们 到时候 计算机 不仅有比我们 人类更高超的智商 它可以跑得更快 更强 创得更高 同时 它有像你说的 有所谓的意识 有所谓的情感